你在楼下找一个偏僻的位置坐一下 当着我 如果有人问我 就说你一直跟我在一起 刚刚得到消息 国防部军需售的秦参谋 让总统的人给抓了 为什么要抓人 说了总共 确定了 现在什么都不能确定 沈方的面部情绪控制的很不好啊 一听秦参谋被抓了 眉头都皱紧了 沈方现在心里太乱了 老美的事情都没解决 这组织上的同志又被抓了 得赶紧想办法 沈方就给处长说 人一定要带回来 这是他们国防部军 不能让别人抢了 可没想到处长一点都不挤 说大哥那边不敢用刑呢 等到了一定时候再去要营 也不迟 就这些啊 是啊 我们也很奇怪 就只有这些票据 会员入谷 什么意思啊 不太清楚 不过 这秦月明一口咬定 是跟冯立心在做生意 吕不清一直让人的要用心 秦参谋也是很有血性啊 而且很严密的回答每一个审问 说自己和风俗就只是生意上的朋友 风俗什么身份他根本不知道 大哥就开始问 秦参谋生意上接触的人很多 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 秦参谋劝大哥不要问这么多 这些都是走势生意 大哥知道太多了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你的态度可不够好 不说实话这事可过不去 过不过的去 恐怕不是我一个人该想的事吗 什么意思 你问这么多 就不怕惹上什么麻烦 哪那么多话啊 现在是我们审问你 你不会不知道在这间屋子里 我该用什么方法对付你吧 对我用心口毛不太好吗 那是不给国防部面子 冯立新原名丁志成 你的代号是苍儿 他都已经招了 招什么 什么苍儿 我根本不清楚 而且冯立新背后到底有什么人 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一心想的只有赚钱 他冯立新那批货怎么处理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要真是共产党 我真说不清楚了 恐怕你今天都得给我说清楚 你指什么 你就是苍儿 你是怎么通过他往外送情报 送了多久 都送过些什么 什么情报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你们根本就是捕风作影 无稽之谈 出掌赶脚要出大事了 就赶紧把主因叫来 一个是为了省意上的事情 探探主因的口风 还有个事情 就是怎么处理秦参谋这件事情 沈方坐在一旁 还正打算偷听一下 结果就被处长叫熟去了 处长让沈方去跳舞 喝酒 好好放松一下 沈方这么聪明的 怎么可能放过这次 打探消息的好机会 怎么办 怎么了 沈先生 你在楼下找一个偏僻的位置坐一下 当着我 如果有人问我 就说你一直跟我在一起 你就不担心这个秦参谋 就是中统说的共产党的卧影 沈儿 人在中统的手里 是不是沈儿都一样 你知道金灵会的人 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我想你老罗以前的生意 没有金灵会的人暗中相助 也不会做得那么顺利的 你要不帮这个忙 金灵会的人也不是好热的 没有 那个秦参谋是军需部的 他手里有一个账本 是关于国防部后勤部的一些高官 参与军需物资走私的账本 说白了 就是金灵会的账本 如果这个东西一旦泄露出去 我想你老罗以后的生意 也不会做得那么顺利的 是老弟 这个是秦参谋被抓的时间记录 我已经请示过毛局长了 局长已经批准 赶紧把人给我邀回来 好 沈副处长 奉毛局长之命 将秦参谋押回保密局进行调查 请配合我们交接 那您稍等 我得请示一下 我说沈处长这是要干什么的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进到我们中统的审讯室 我有国防部保密局的公文 你这儿 我还真能来 沈放直接带着局长的命令 来就秦参谋了 必须要求啊 沈放舍不得这么一个大帅哥 但是搞得小胡子很干脏 明明这个帅哥可以自己占有 可偏偏闯进来一个沈放 但小胡子不怕 说这个帅哥今天要定了 小胡子旁边的小弟还挺会来世 看见小胡子不说话了 想到给自己表现了 结果一下就被沈放的秘书拦下来 这也太丢脸了 最后小胡子看没有办法了 就让沈放把秦参谋带走了 干着 人不能带走 什么意思沈处长 你这是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啊 叶局长有指令 秦岳明有通共之前 在查明真相之前任何人不能把他带走 可是我有命令 秦岳明我必须带走 你试试 沈放也没想到 他出门就被大哥拦了下来 就真的很烦 沈放对抗了所有人 居然还是对抗不过自己的大哥 沈放完全没想到 大哥根本也什么都不怕 站 谁敢动 沈处长 让我们把秦参谋带回保密局配合调查 叶局长有命令 秦岳明不得离开中头 要说这处长还是挺有大局管的啊 看见兄弟两人争执不下 就赶紧在中间调和 处长让两人先消消气 所谓的避免大家都难看 就打电话请示一下上级 听从上级的安排 就让大哥立言先把秦参谋送回官压死 毛局长的意思 人不带走可以 但总统方面必须答应三个条件 一 给总统三天时间 三天里要是还审不出来 这案子就得由保密局接手 二 三天里必须双方一起审问 三 不可以对秦参谋用刑逼供 都是为了公务 没啥好计较的 沈方为了避免太过激动而暴露 就暂时不和大哥对峙了 反正秦参谋是果防部的人 大哥那边的人不敢对参谋动出的 沈方就联系到了上线 上线说秦参谋很重要 而且他手上有很重要的情报 一定要保护好 灵芝计划怎么样了 那个计划保密措施非常地严格 我没有权限还是接触不到 保密得越严格说明情报越重要 我们先想办法救出秦参谋 出场 秦参谋被捕时 公文包里的单据又一一查过了 除了走私物资以外 没有任何的发现 而且按照您的指示 公文包也被仔细检查了 没有夹层 幕后人是谁 就我一个人 这种事能有什么幕后知识啊 那会员入股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会 那个秦参谋手里 有我做过声誉的一些证据 老河 不只是你一个人吧 当然还有金陵会的人 这个东西一旦泄露出去 牵扯的人干太多了 这事说出来对谁都没好处 我不需要好处 我要的是真相 真相就是这事 跟共产党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你觉得你说的话有人信吗 今天就这样吧 明天继续 把犯人带回见房 什么处长 你可得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啊 我一个国防部的少校参谋 怎么能被中统的人审问呢 走 这下一向很稳重的处长也坐不住了 秦参谋被抓 果防部那边是很着急的 因为秦参谋手上有很多重要的内部情报 不能让大哥那边的人知道 更重要的是 主任还亲自给处长打了招呼 一定要保证秦参谋的安全 不言处长的生意也要完蛋 于是处长半夜叫沈芳来问情况 而且沈林还一直在问她一个 关于会员入股的问题 是吗 是 我也很好奇 难不成咱们国防部里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机构 沈芳的一字一句都是在试探处长 沈芳知道处长肯定了解很多内幕 但是都一直在防备沈芳 处长看沈芳说到秘密组织的事情 就开始跳开话题 说现在秦参谋的身份很不确定 也很复杂 让审方一定要检定审讯 时刻关注情况 处长心机很深 担心秦参谋其实就是在担心自己的生意 沈芳 你可得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啊 我一个国防部的少校参谋怎么能被中统的人审问呢 哎呦我去 这不就是传说中利摩斯密码吗 秦参谋在接受审讯的时候 就给沈芳砸了几下眼睛 可当时沈芳没有反应过来 他以为秦参谋只是被审讯困了 砸了几下眼睛 当秦参谋被带走的时候 又给沈芳传递了一次 沈芳这才知道 马上拿起纸盒笔就开始破译 这时候真的厉害啊 第一次见用眼睛敲摩斯密码 沈芳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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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只是生意上的东西 真正的情报在文件包的索扣里 那看来之前被抓的风俗也没有把情报出卖 这下算放的抓紧时间 沈方一出门 妻子就出来了 这怎么还在观察沈方的一举一动啊 大哥不是都让他停止对沈方监视了吗 这倒好 给整除习惯了 妻子现在一天不观察沈方就浑身难受 沈副处长 现在提审 时间上有点不妥吧 没什么不妥 工作需要 我要立刻审讯区业名 那我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 你们这一层一层的打电话也不嫌烦 这是程序需要 喂 处长 保密局审判来了 要提审亲参谱 这么晚 是 是 她要审你就让她审吧 不过你给我盯紧点她 她提审的通事你一定要在场 我倒要看看 她能问出什么话呀